再来看看我们过敏难搞的排行榜 里头有没有流鼻水 有 对 鼻水也不停行到快破皮 没错 这个也好高 38.8 像我刚才说 第一名第二名都是我的 我鼻子过敏有时候真的换天气 那个时候 我的鼻水是多到那种 完全没办法控制 跟那种暴冲的没什么怎么样 像那种洪水有没有 而且有时候你要擦鼻子嘛 所以有时候你擦走 你鼻子会红 会痛 会破皮 所以只能用按压的 有时候我还会自己去 可能走到一半 我可能会一直保持这个状态吧 对 所以一直保持这个状态 心肯定让它比较干净 然后而且我自己个人大的那个 他小时候也是一个 很夸张的一个流鼻水流的很夸张 然后他常常会睡觉的时候 不自觉 都一直游 一直游 一直游 他会一直游 然后游得很用力 然后有一次我早上起来 跟他刷牙刷牙的时候 他一抬头 我杀到 我还以为我可能 是不是我老婆打他还是 他自己摔倒在床上面 他一整个鼻子都是血 然后床也湿 然后枕头也湿 真的耶 真的很可怕 而且床跟枕头 这个好严重 到鼻子流血 对 而且有时候 他可能会自己游嘛 游完他可能会到处摸 然后后面层壁全一起血 面暗现场 对 很可怕 所以我觉得如果这种鼻炎 我自己个人会有几个很有用的东西 第一个 出门一定要戴口罩 这个是一定要戴的 口罩 对 一定要戴口罩 然后还有一个就是说 会清洁鼻孔的一个喷剂 对对对 只要你一感觉到你自己鼻子开始来了 可能就感觉到开始要快要 鼻水快要先喷 先清洁 如果真的没办法的话 我最后还是会再用一个通鼻子的 它只要塞住一通鼻子 那个通鼻子的话 那个东西基本上喷得上去大概一分钟吧 通密码 很通 而且那个感觉 你会感觉到这个世界越来越多了 真的 这个真的很好用 而且我今天有带来两个东西来 这个就是洗鼻子的 对 洗鼻子的 这个就是让世界变美好的 让世界变美好的 所以洗其实这个是用喷的方法 对 也是用喷的 这个就只是一些等渗透压的容易 就是像生理咸水 那喷那个药会不会依赖 对 会不会 这种是治标的 当然就不会 因为它只是冲 然后把你脏东西醒出来 比如说像这个就不应该 你世界美好 不应该用靠它 应该有更好的方式 这个叫做洗鼻液 有的时候我们会说 自己调一些身体食盐水清洗 其实还合理 为什么会这样讲呢 你想想看 我们人类其实有鼻痘 这里叫做额痘 额头的额 它就像一个蓄水池 你的鼻水可能会积在这里 所以都是从那边留下来的吗 然后还有这里叫做上汗痘 这里就是鼻痘 那就像蓄水池一样 你的鼻水如果在里面比较浓稠 你就会觉得满满的鼻水 鼻涕怎么样醒都醒不干净 那你总是会希望说用一些液体 能够进去把它稀释 让它可以顺利地出来 所以你用生理食盐水 用自己调配的 或者说用坊间的洗鼻液 用一个力道进去 让它稍微稀释一点再出来 这个合理 我也提醒一下 年龄太小 可能不合适 又哭又叫 哇哇叫 你又应该帮它洗鼻子 有的时候就怕呛到 吸入性肺炎 或者说影响到耳朵变成中耳炎 那至于我们刚刚讲的说 有些喷鼻子的一喷就通 这些成分我会建议 偶尔用 但是真的不要常用 因为这个成分大部分都是一个叫做 那鼻血管收缩剂 研究显示说 我如果常常用持续超过十天以上 可能会造成 所以就产生了药物性的鼻炎 那如果你真的是鼻子过敏 其实额外考虑的反而是使用 微量肋固醇的鼻喷剂 让鼻黏膜发炎肿胀消退 或许会比起鼻血管收缩剂 更有长期稳定的效果 对 像我从小也是就是那种 每天都是会流鼻水 一直喝酒 然后晚上也是鼻子会一直塞住 没有办法呼吸 然后我家 我自己觉得我是对湿冷的空气 或者是早上 因为以前小时候家里不会有暖气 所以我觉得早上起来的时候 一冷空气就是感觉到 然后就会马上那个鼻水 就会这样喷出来 晚上睡觉的时候我就会鼻塞 两边都会塞住 然后我小时候就会很怕说 万一我就这样睡着了 然后就这样死掉了 怎么办 因为会没有办法呼吸到空气 所以我晚上睡觉的时候 我都会把自己嘴巴张很大 然后我就会试着说 譬如说我现在一直側睡 側右边 然后过一会儿它可能 左边就是側一点点 对 会一点点 对 它会流过去 然后就会还有一点生存的几率 会高一点 然后后来有一次是 我的外婆有教我一个小技巧 她说在我早上醒来的时候 其实我醒来到 鼻水会冲过来的时候 大概中间有两秒钟 那两秒钟就是世界最美好的 那两秒钟 就两秒钟 在那个时候呢 她有教我一个小技巧 就说用两只手指头 然后先在鼻子两侧搓 轻轻搓 20下 拉 拉 拉 搓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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下以后 再这样在这边 再搓20下 就这样子 对 就这样 20下 20下 我室里面真的很有效 我不知道是不是因为这样 鼻子就暖了 还是怎么样 所以那个时候小时候 我后来每天早上起来就 你不敢先起身 也不敢翻身什么 就赶快先搓 再搓一搓 好像真的很有效 非常棒的方法 因为她虽然不知道穴道 可是她在乱搓 乱搓 都会碰到一个叫 银箱穴 所谓银箱穴 这很特别是我们的鼻子横纹 到我们法令纹的交接的地方 就两边各一个 但你为了怕有皱纹的话 你可以用最无力的一个无名指 去做一个来回的那个圆圈区 差不多20下就可以 但是我们还是要记得 其实鼻涕有一部分是善良的鼻涕 它是一个因为你冷热温差 你是 胡椒粉太刺激 刺激鼻子 打出来是水水的 你这个地方可以按 但是如果你真的已经变乳白色了 已经很严重的鼻过敏 鼻痘的话 其实你还要加上一个叫 就印堂发黑这个地方 叫印堂穴 这里 在两眉心中间 人中在这里 对 因为有人能够 有人能够 躺在这边 这地方它充满了非常多的 动脉筋穴和神经分布 它可以去 我们去圈撞按摩 会让你的鼻子迅速的温暖 那我们刚才说到一个乳白色的 或乳黄色 它其实还涵盖一个非常大的危机 是当你醒出来一坨 包一个馄饨 包一个水饺 其实据研究发现 其实你鼻子在一坨馄饨 一坨水饺 平均一坨里面 已经消耗掉你身体 35cc的水分了 因为你醒出来之后 身体是呈发炎状况 你的身体需要去补救 这鼻子缺水 就等于说你有十个水饺的话 就缺乏了350cc 所以我们建议大家是 一边就醒一个喝一个水 醒一个喝一个水 这样对小朋友的身体的 一个保水性 和抗发炎性比较好 我介绍大家是小朋友 如果打了二十个以上 妈妈受不了 已经不能用喝水来解决的话 用中药是比较好的方法 因为它有免疫系统的问题 所以我们就加上 西洋声三五片 再加上这叫陆陆通 陆陆通就是一路通到底 它是一个对于 一个鼻子去通鼻翘 然后就可以让它去明目通鼻 会带动小朋友的鼻子比较好 不要忘记 感冒是要吃西药治疗 鼻过敏是体质 用中医或食物调理 会是比较好的方法 所以也是下去泡 然后闷着这样喝 闷或泡或煮 都是可以的 了解 其实我们要分成治标 跟治本两个方向 那如果你要治本的话 环境的控制 刚才讲到 这个沉满的控制 你就要做好 防满泡要好 人不在的时候要除湿 那家里有香 有空气污染 清淨机就放 有猫 狗 清淨机要放 环境先做好 那再来就是 你自己本身的体质要稳定 你要开始运动 要开始睡眠要充足 你要开始吃健康的食物 那再来第三个就是 这些清洗鼻子啊 或者是戴口罩 这都是治标 没有不好 把鼻子洗干净 让你舒畅一点 出门的时候戴个口罩 或是稍微让你的鼻腔 先用温毛巾温热 这都是好事 但这不会是 你这一辈子都要做的事 如果你这一辈子 每天都要戴口罩 那这样的话 你人生不是还蛮灰暗的 所以这些只是 在你不稳定的时候 让你舒服一点 所以这个 一开始环境的控制 还是最重要 那至于药物的话 我们吸衣其实只有三种 其实很简单 最有效的就是 你大概不要 如果你乖乖地喷 大概两个月左右 你的鼻黏膜 只要你不是太严重 有些已经严重到 鼻腔里面都是 这个席肉 这个我们不在 不在这个讨论范围内 那小朋友的话 其实过敏性鼻炎 鼻喷剂喷一喷 大概两个月左右 他的鼻黏膜大概就消肿 你就回到一个原点了 那接下来就看你的造化了 你回到原点之后 你继续在吃垃圾食物 继续不睡觉 继续每天吸这个香 偏2.5 或是继续家里有塵满 你很快就回到原 就以前一样塞 但如果你这个生活环境 都调整好 其实你的鼻子可以稳定 还蛮差一段时间 另外一种鼻喷剂是 那这个也可以救急 比如说你正在痒 或正在这几天特别不舒服 你可以靠喷的 不见得要用吃的 那吃的也更有效 吃的抗阻痘也是 就是你长效的一天 你大概就搞定了 像刚刚亚伦讲 吃一天 那一天就很稳定 可是抗阻痘的药也是一样 我们不希望你这辈子都吃药 所以治本还是比较重要 你这个抗阻痘就是 你那一天很不舒服 你就用 那特别也要提醒大家 抗阻痘有第一代跟第二代 第一代会想睡觉的 对打喷嚏有效 那第二代的话 是对其他流鼻涕 鼻子痒都有效 但对打喷嚏的效果 会稍微差一点 所以如果你的过敏性鼻炎 是真的 只有打喷嚏是最困扰的话 你可能就是要选择一个 比较会想睡觉的那种 了解 那其他几乎 刚刚讲鼻子痒 流鼻水 比较不会让你一整天昏昏沉沉 然后被访问的时候 讲不出话的这种感觉 别忘了订阅妈妈好神 YouTube频道 还有按下铃铛 让你及时收看最新影片 想要看更多精彩内容 欢迎点选旁边这些影片